阿姨好 阿姨廟 阿姨不用教 阿姨好 阿嬤廟 阿嬤 口袋都是有鈔票 阿姨 阿姨香 阿嬤甜 阿嬤管理都是錢 每次我帶台北的同學 到南部去玩 然後就那個產業道路旁邊 她說 玉琳 那個人怎麼那麼矮 我說 沒有啦 台北人沒看過猴子 猴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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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華龍舟是為了紀念屈原 你知道屈原死之前 最後的遺言是什麼嗎 是什麼 肚子好餓 醫生跟那個護理人員 根本就是到底的啦 我們就是男女朋友 那可能之前在吵架你知道嗎 小慧 你等一下幫她打個針 然後那個小慧突然看到她 打個屁啦 打針 為什麼不是我打 你不會打 不是 你會 你不會打針 我才知道大是不妙的 有一道菜 就是這個兩拌隔離 但我有一個老外朋友 是吃了以後 他就晚上睡不著 他起來跳那個 那種舞蹈是半河舞那一種 對 對 對 那不知道是為什麼 對 去日本 然後日本朋友 他一定會幫我們帶去吃河豚 河豚 對啊 我真的怕 我不敢吃 河豚喔 河豚很好吃耶 而且很高級 我也很喜歡是河豚耶 那個河豚人家被殺之前 他會憤怒 他會脹 對 他會膨起來 像個圓球一樣 快這麼大 然後他們就拿針 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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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憐 是因為你好戲劇話 好河豚 去了這個學長的家 在台中 有錢人 就是去烤肉 nice到我完全不好意思 就是到那邊 來 坐下來 什麼都不用做 烤肉一直拿給我 喜歡吃這個嗎 喜歡吃那個嗎 很熱情 阿姨幫你烤牛肉 這個牛肉只有30%油脂 對 很貼心啊 終於不知道 阿姨好 阿姨妙 阿姨 不用教 阿姨 不用教你 阿姨 不用教你 有一個台灣的很好的朋友 他找我 要不要一起來 我的老家已經過年了這樣子 人都更好這樣子 對 對 對 然後到他們家的時候 阿嬤給我紅包了 然後你就跟阿嬤在一起 你就不用來這邊 你都不用來這邊 你都不用來這邊 而且... 沒有跟阿嬤在一起 而且跟阿嬤在一起 比我跟阿姨在一起 還要等更短的時間 對 而且對不對 阿嬤 阿嬤廟 阿嬤 他口袋都是有鈔票 阿嬤 阿嬤香 阿嬤甜 阿嬤都是錢 阿嬤 所以什麼全世界地球這麼大 就只有美國人 奇怪 進屋子不用脫鞋 不用脫 不用脫這樣子 而且你們有時候上床的時候 可能回到家馬上 你們也穿了鞋子 然後上床 這個就沒有 這個就沒有 沒有 有的有 我們看電影都是這樣啊 對啊 他們連在床上 都還穿鞋 什麼 都還穿鞋 安全感 隨時要跑 早就回來了 對啦 很冷假 都不想要脫鞋子啊 你們亞洲的這種 禮貌是一個美德 或謙虛是一個美德 在西班牙裡太謙虛 就是很假 就是無聊 你們台灣人都是一直秤上 你好帥 你身材好好 那我就不能講了 那恭喜你得派人冠軍 你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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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花瓶子可以摸摸了 是你講摸啊 對... 我是嘉義人嘛 南部嘛 我來台北念書 連台北人都覺得 南部一定都種田的 第一次認識 玉琳哥 你們家是種玉米 還是種玉安泽 我說 嘉義人一定要種田嗎 那也是我帶台北的同學 到南部去玩 然後就那個產業道路旁邊 她說 玉琳 那個人怎麼那麼矮 我說 台北人沒看過猴子 很漂亮喔 很壞 我們連 每一個小市區的中心 一定會有一個道館 然後我差不多16歲 我就開始孔手道 然後慢慢轉到功夫 你真的會喔 我以前會啊 我沒有這種東西 你要... 龍拳啊 龍拳 龍拳 喉拳 虎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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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手嘛 那蛇拳呢 蛇拳 蛇... 好爛 好爛喔 蝦拳最簡單啦 什麼 蝦拳 看不到... 看不到... 對 就是蝦拳 在台灣 在香港 外國人最好不要參與功夫片的演出 因為每一部這種功夫片 外國人都被打死了 對 所以我們都被打的那個 我來這邊拍的一次 也是被打死的啦 台灣華龍舟是為了紀念屈原 對啊 你知道屈原死之前 最後的遺言是什麼嗎 是什麼 肚子好餓 咕嚕 咕嚕 好煩喔 對 我剛剛才一天死的 咕嚕 煩咕嚕 那你剛剛也會拉那個嗎 那某官司影服務是... 今天特別的日子 尋找許功 永遠的離開我們 然後拿那個牌位拿去嗎 去往他們所有的槍屬 夠了 好 你們還笑成這樣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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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喜歡這種的嗎 一次名 零食 韓國的零食 零食 賣得非常好 非常地有名喔 長得不開嗎 長得不開嗎 長得不開 這有時候換一個人就好了 好 上下換一下 可以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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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緊 玉琳哥 你下面都有 你下面都有 什麼 你那什麼怪東西啊 什麼 要揭露的很多事情 都是他們的 一般是不知道的 真的嗎 你一定有很多東西 都沒給你壓住 我真的還沒有 因為我透明人 手機你都有給他看 手機我就給他看 我的Facebook他也有啊 我的IG他也有啊 我什麼東西他都有 我私訊你 然後跟你說謝謝 你送我的禮物 然後你跟我說 謝謝 這個是他傳的還是 應該是他傳的 難怪我是覺得好客套 然後說算了算 不要多聊 我也怕 他對你比較友善 他有時候 謝謝下次別了喔 然後有人問他說 那你現在沒錢啦 你戶頭都拿去創業了 現在怎麼辦 你還是要有一些金流 要進來嘛 他就說 我有錢啊 他已經是打算這種事情 當然講說房子賣掉 你這個你會不會怕 因為他已經 他已經就說哈了 還在想要動不動產的時候 我就覺得不行不行 我要為我自己留一條後路 中間有很多美感 大家要自己去了解 像我那時候就 就到處跟我一些 就是做理專的朋友 資產管理的朋友 做財經法的朋友 到處跟他們聊天 那我朋友有一個跟我講說 你可以開 你可以開海外戶頭沒錯 但是要更保險的 除了要超過兩年 才能離婚之外 你最好的方式 還可以 留給你小孩 萬一我掛掉了 我跟你講 你開海外戶頭 你要是掛掉 那些錢還很難領出來喔 那些錢還很難領出來喔 那是可以留給下一個 對 要怎麼樣 買海外保單 擠播出的時候 Michael正好 對 訪聊陳小姐 別讓她看到真的 因為我們都在聊這件事情 老公你也不要看這一集 拜託 對 對我滿有幫助的 我會去調查一下 我老公 所以呢 我在送到女兒的時候 我就 那時候我婆婆在催 然後我老公也想說 趕快生嘛 那我那時候就自己 我都去裝避孕器 要太多了 她真的是冤大頭耶 對 她那一口苦幹 然後都被妳的避孕器殺死 對 所以我覺得也是 那時候可能要太多 現在就沒了 那避孕器有時候 不小心會掉出來 妳知道嗎 不會 所以我跟你講要自費 你不要裝那個老健康 我有一個朋友也是偷裝 她老公在做那個事情的時候 一直覺得怪怪的 覺得裡面好像有 類似老鼠夾的東西 掛到 掛到 他就是瞞著他老公瞞了很久 他做的做的可能太劇烈 怎麼樣 後來真相大白以後 吵架吵了兩個月 因為老公會覺得說 你為什麼要偷裝 他現在開始在推理了嘛 就是 你可能在外面跟人家亂搞 然後你為了怕懷孕 那這個故事 這個劇場一下子就 吵到快離婚耶 他一直逼問耶 他講那個理由很嚇 他一下子 他就說 他想要裝看看 看感覺怎麼樣 好密啦 他也有什麼感覺 他就一直裝在裡面啊 反正搞到快離婚 也不知道該怎麼講說 我就是好奇 好玩 想去探索一下而已 探索 沒有什麼意義 但是呢 我有些是自己來跟我私聊的 就是女孩子 而且是照片 是非常漂亮的 很年輕的喔 然後大概聊了 大概一個多禮拜 他就開始 比較 比較 好羞 有天你發現他真實的身分 你會氣死我跟妳講 是個男人 可能是 海產啊 一定是海產 那婚後之後呢 我就發現一個 蠻厲害的方法 就是 斷桃花的方法 我就是去 峽海城隍廟的時候 我就是找那個 城隍夫人 城隍夫人 她就是管家庭和諧的 那城隍夫人呢 就是專載爛桃花 跟小三的 然後我上次去的時候呢 就是其實我有求了一個 城隍夫人的 這個東西 看你怎麼信 如果說你把她桃花斬掉 然後她又去外面求 增她 增加她的桃花 那就看哪個法力比較強 對 看誰壞的神比較厲害 你有張良記 他有破牆踢啦 你選哪一個 可是我覺得真的是 下次我不會 我真的就覺得 常常會有人這樣講 下次我不會 就是會有下次 幹嘛騙人 對啊 這也是 我那個好朋友的口頭禪 誰 下次不會 他每次跟我講一次都說 下次我不會了 對 他跟你講什麼東西 下次你不會了 他說他下次不會再去結交那種 太漂亮的女生 隨便啦 他常常跟我講說 我最深愛的人 傷我卻是最深的 我最深愛的人 好煩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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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這樣煩喔 妳是第一名了 一定第一名的啦 我們第一名 第一名的啦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子 準不準 準 我講得準不準 瑪莉歐你好棒喔 你 你 你等到幾位了 你今天如果有神助 愛情的力量真偉大 沒有 今天是得了便宜又賣乖 那本來是 不賣乖 打錯的要噴 今天呢 打對了 來 打對了要噴 他太爽了 來 這個來這裡 你真的太爽了 要給你被人指一下 對不對 好 來 正面盤來 太棒 求一個 來 10秒鐘 讓他冷卻一下 他現在 他現在浴火飛 你給我清醒一點 真的嗎 你老入花蟲啊 沒關係 為什麼被避風釘 我們大家都有家庭 就是朋友 那你會常來嗎 就是說 那一句話 沒錢也來 就一次 就一次 他明天應徵那個攝影機 這樣我會很開心耶 換三個包包 換三個包包 你不要緊緊 你怎麼笑得跟火氣 我們對待前任務 要有一個正確的態度 心裡面可以想著啦 因為那畢竟是過去而算 沒有 這是一個 我們 這樣好嗎 埋藏在我們心裡面 對身的那個抽屜 可是我們身體上是不行的 對啊 就不能再跟他繼續 去藕斷失聯嘛 更別說什麼去睡老家 因為我們小孩 一出生的時候 就幫他所有的保險 全部都保好 健康險 就直接保到二十歲 繳二十年嘛 我們的保險員是我的朋友 資料都我填 這樣比較方便 那因為專家我女兒有住院 所以就要理賠的時候 我說那你就直接來 我幫你簽一簽 他說不用不用 你老公已經把那個 受益人改他了 那我就直接找他去處理就好 我就打問我老公說 然後他就說 寶貝逗我腳 我不能更改一下 我說是怎樣 為什麼要更改不講 他媽媽用偷改的事 對 有的老公保險 因為那是死後才領 那受益人不是老婆 就是小孩嘛 他多恨他老婆 又不喜歡自己的小孩 受益人喔 還寫自己喔 那等於他死了 他死了怎麼那個 對啊 結果他死了以後怎麼樣 因為他受益人就是他自己 終於人可以寫自己 屁啦不行啦 不行啦 受益人不能寫自己啊 你就是 那是一個網路笑話而已 有一個男朋友 他都會跟我說他要去唱歌的地方簽約 或是談案子 結果他們是去 就是抓籠筋啊 然後洗太過這樣 抓籠筋 但是他都會跟你說 他是去很正常的按摩 很正常的唱歌 可是這種事情就會 一直遇到跟 一直不斷的在發生 我還有一次是 直接打電話給他 他說他在就是唱歌 然後我晚上就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一直醒來 我就打電話給他 然後結果他就這樣接電話 然後說他是在 譬如說哪一間錢櫃 可是我大概知道那個背景 不可能是白色的 我就說你一定不在那 然後他可能又不太會說謊 我就說你把鏡頭轉過去 結果一轉過去 是一堆酒店小姐這樣 就傳插在男生中間 那他就沒經驗啊 那鏡頭轉過去 那個 酒精小姐他們職業道德 他們會全部 散到你後面去 真的 你在轉過去 他們就跟 繞著你一直排 然後後面跟 那個老英雙小雞一樣 對 真的假的 真的 所以他去 任何事情都可以破解 對 只是要不要做而已 對 要不要做 對啦 Motel 因為都是偷情的地方 對 他們有一個遙控器 就是 老婆打來 你按那個環境音 捷運 真的假的 然後逛街的鬧區 人潮一下 有一次 我在節目中 我記得是五年前 我以為說有一次 你自己偷偷跑去Motel 沒有 五年前 然後裝這個東西 我在節目反映這個事情 給業者知道 我說 可是像我們的工作環境 都在攝影棚 可是那個遙控器裡面 沒有攝影棚 不過沒多久 我跟我老婆去Motel 看遙控器 上面真的有攝影 有這種東西 你按下去喔 按下去環境音就出來了 5 4 3 2 你最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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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要嗎 他寶貝斷掉了 什麼意思 他是斷過的喔 對 我是斷過的 而且是開放性肌 也算是半個 沒有啦 太殘了 血從哪裡出來啊 那個嘛 斷後 然後血從頭吐出來 不是 從筋出來喔 從那個破皮的地方 斷掉的筋那裡出來 那個叫繫帶啦 繫帶然後繫帶 繫帶斷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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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從繫帶噴斜喔 我跟你講 當下我都傻 我跟你講 當下我真的傻 馬上 天啊 以前那個都市傳說說 有的妖女有沒有 她裡面那邊長牙齒耶 對 她是硬型 鴨人 鴨人 對 鴨人 鴨人 耶 你去把鴨人咬到啦 對啦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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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恐怖喔 你就是豬哥成性 對啦 被豬哥刷掉 你看 我還要選馬力歐嗎 她的繫帶斷掉 那個不可逆 一般正常做那個事情 再怎麼劇烈 也不可能那邊會斷掉 對啊 所以你真的是遇到鴨人 不是 不是 最近有一攤賣那個臭豆腐的 臭豆腐軟軟的不好吃 對啊 永遠大不輸 然後咧 我有一天跟她提點 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她說 認真 跟臭豆腐有關係啦 我還想斷不起來 不負線 為什麼臭豆腐要認真 因為這 她會輸啊 對啊 這滿強的 認真就輸了 我懂了 她很認真 她幫你臭豆腐沒聽懂耶 你是使用我沒聽懂嗎 乃哥 你看你輸了吧 乃哥去年呢 也在賣臭豆腐 吃的人就覺得說 乃哥你這個不行耶 術也有專攻 你這個臭豆腐都不輸耶 怎麼辦 乃哥就說 說到認真 我們這裡應該都是算認真的人 對啊 像當年大飛也是認真在求婚 結束 一個不小心 一個不小心 沒事啊 太認真了 但是她還是 那個 充滿祝福啦 對啊 你很大包 童戲也來看我們節目的話 你還在跟她祝福幾次 還在祝福 所以三口正法年 玉哥等一下 你節目很多 我每一個節目都要再祝一次 祝福一次啊 恭喜 對 祝你榮年秦大運 對 榮年秦 對 我覺得是為了愛美 我覺得我 OK 嘗試什麼呢 吃幹細胞回春 對 那有用啊 現在不是真的有這種東西嗎 沒有啊 我就這樣默默的吃著吃著 然後 就說那個有問題 真的喔 那個不能吃 對 然後後來我就去做生理健康檢查 然後去檢查我的卵巢什麼的 然後我就 所以我就在想說我是不是 是因為吃那個 對 我跟你講 那你就是吃錯了 可是我心裡會害怕 你要吃哥的 哥代言的天選之泉 露台盤 不含實激素 沒有送金屬污染 吃那個露台盤多厲害 我以前只吃一隻普通的鹿 我的能量 我吃了露台盤 我變成 Paul跟咪咪啊 那個有一次咪咪那個閨蜜 真的是有夠三八的 就打電話跟咪咪說 咪咪是啊那是啊那 我看到你老公 就是Paul嘛 在台灣醫院 他一個女生 陪 陪產檢 什麼很嚴重 然後那天Paul確實也不在家 對啊 然後我那朋友算是足智多謀 因為這個事情的真相不得而知 總之Paul回家以後 老婆心事問罪 我那個閨蜜看到說 妳在台灣醫院 而且要帶個女生產檢 然後Paul馬上停了三秒鐘 看錯了啦 他不是我啦 也是他很多 然後明明說 好少文 好少文現在也不是光頭 另外一半很難聞 怎麼說 就是有時候他來陪病的時候 我是覺得有點煩 因為人家不舒服 其實有時候身體是發熱 不見得每個病人都是冷的 有的病人是很熱很熱 不知道什麼原因 對 然後他一直要你蓋棉被 一直要你蓋棉被 然後我就 你生病你還要鼓勵喊那麼大聲嗎 後來醫生聽到 就叫我出院 你有精神可以出去了 可以出去了 跟別的病人的抗夢 跟妳講 你們都不曉得醫院多少細菌 你們知道嗎 所以呢 他趕快走 而且他還去驗尿 我跟男人陪他去驗尿 怎麼驗啊 翔哥 我老婆去驗尿的時候 是我拿杯子幫他接的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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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說要跟誰笑 因為自己接 我聽了不可能啊 我看病的經驗是 你要讓醫生清楚你的狀況 你表態要夠清晰 要有條理 對啊 醫生不是神仙 他不是通靈 那我老婆常常講的不清不楚的 他有陣子就頭暈 去看診 我在旁邊越聽越不是味道 為什麼呢 因為你根本就講不清楚 我如果講我是醫生 我也聽不懂你在講什麼 那醫生說頭暈 那你是 是不是那個貧血 我老婆也說 還好啊 沒有特別貧血 我說 怎麼還好 你那個十千天醒的地中海貧血 怎麼還好 你不講這件事情 他怎麼看要給你 那真的蠻嚴重的 因為你如果口中貧血 他就會一直補鐵給你嘛 那地中海貧血 偏偏就不能補鐵嘛 那鐵吃多了 他會鐵中毒咧 他會便秘咧 吐氣 好氣… 醫生聽我講完以後 對我豎起大拇指 對 要不然你來坐這裡好不好 又是一個醫生 來哭 來 坐坐之後嗎 醫生跟我老婆說 來 那你就要補充一些魚油 我也是魚油 對 對 你知道嗎 他不是那個魚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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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他說你是不是美鳳姐 你已經知道嗎 大家都知道 門診都要等很久 所以護理師很辛苦 就一直叫號 一直叫號 結果我叫到一半 突然間有一個人就是 擋住門 就說大家都不要砍了 這個怎麼不是我 為什麼現在不是我 為什麼 可是那個先生繼續暴怒就說 怎麼可以 現在就應該到我了 我就是真的有在那邊等 就擋住不給大家看 對 然後收工了 回去 回去 差不多 有的診署 那個醫生跟那個護理人員 根本就是到底的 我們就是男女朋友 那可能之前在吵架 你知道嗎 其實不會 真的 我那時候也是 他是因為性生活不美滿 就吵起來 之類的 我就是普通的 就皮膚會癢不舒服 這要給你擦什麼藥是不是 對 然後 然後那個看看 因為我跟那個醫生有點熟 你要快一點的話 那就把你就打個針 就不要讓他繼續過敏下去 然後小慧 你等一下幫他打個針 然後那個小慧 通常看到他 打個屁啦 打針 為什麼不是我打 你不會打 那個醫生 吵架下來跟小學生命兩樣 對啊 我就是不會打 不行嗎 你不會打針 醫生 醫生就對啊 我就是不會打 你不會打針 我才知道大事不妙了 一定是那個醫生 一定是跟別人怎樣 對 或者是 洪醫師會不會有這種狀況 我們就是專業 專業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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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醫院都是很正經的 OK OK 來 說性人 性人就來了 性人就好看 我們來喝一下 有用耶 我本來的聲音是沙啞的 我沒有浮過 GOOGOO 你這樣 你這樣喝一點 GOOGOO GOOGOO 你多喝一點 因為像一些鼻子 如果過敏的話 你可以加濃鹽 真的有 真的有 海豚鷹 我那個到二十幾歲 我還不會看醫生 我不知道怎麼進醫院 我也不懂了 什麼是掛號 那就是因為我來台北念書 以前 我沒有進過一次診所 更別說大醫院了 你在哪邊生的 沒有生過病啊 家醫啊 他家醫 對啊 你不是在診所生的喔 那個十年代 男兒一定在醫院生 那麼家裡就生了 會有產婆啊 你穿這個衣服 講這個話 所以我任何病都自己好 我不是沒有生病 也會 那我就自己好啊 我生病中第一場病 家門口就有草蟲啊 拉鍊一拉在草蟲裡 忍不防 你知道那個鵝 喜歡吃蟲 他看我們的小朋友那個 就以為是蟲 從遠至近鼓動 吃蟲 咆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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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咆 那蟲把我打下去 你知道嗎 蟲跟烏龜一樣喔 你去蟲把你打下去 夾了 不會放開 要等打了 劇痛 我媽媽多離奇你知道嗎 你知道以前喔 那個鄉下 偶爾會有人種那個三葵 就是我們在吃的芥末 菜是磨耶 把三葵磨成粉 就是芥末的意思 敷在我那裡 所以也奇怪 一天就好了 真的假的 你有笑嗎 真的 有笑嗎 是不是壞掉了 壞死 沒有 他就是 以為他好了 不行這樣子啦 他就是殺菌的原理啊 然後在我九歲那一年 牙齒劇痛 我們鄉下好附近 還真的沒有牙科 後來我媽媽就忽發奇想 我們家櫃子裡面 只有 唯一那瓶威士忌 對 可惜 我九歲那一年喔 我想說你怎麼叫我喝酒 然後你 沒有 然後我就一直灌下去 咕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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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吐出來 好了 真的 真的 我那時候 剛生完第一胎的時候 都會偏頭痛 然後那個時候就是我表妹是 你是公公喔 公公卡 偏頭痛 怎麼叫我喝酒 他是誰上的 我想知道 他很漂亮 就覺得他很漂亮 好笑 他們有時候那個 恐嚇效果很強 你本來只是弔法 你這個東西 可能有那個 他有多一點 他講得很厲害 嚴重呢 嚴重 你整個腦殼會掉下來 對 不要理他啦 他們三個看到 不是 我們太太 OMG 你們當我在開玩笑 對 我小時候那時候 最大條的一條社會新聞 你說真的 老殼 你跟我講 好 那小孩呢 就吃糖果 然後也沒吃完 就含在嘴裡面 然後就五歲嘛 就睡著 就每天每天都這樣 一陣子以後 他始終就覺得 他就以為說沒洗頭 他一抓 可是抓就抓不到 就跟皮蛇一樣 你抓表面沒用 癢是癢在裡面 你知道嗎 有一天抓著抓著 真的是 整個那個頭蓋骨 抓著抓著 掉下來 裡面都是什麼 鋪了三層 真的假的啊 你知道他躺 還在嘴裡面 那會吸引螞蟻嘛 鄉下就是衛生環境不好嘛 那個螞蟻透過嘴腔 鼻腔 你知道鼻腔是通腦的喔 就端端端 螞蟻也喜歡吃那個 腦漿腦汁 好可怕 我不想聽這個 我怎麼會覺得沒洗澡喔 他鑽進去了 不是跟洗澡沒有關係 好可怕喔 這是真的 我一個演員的女性友人 就是這樣啊 野外 實在是沒辦法 逼不住了 四下無人嘛 那個雨傘就遮著 然後就尿 一尿下去不得了了 也被鵝咬嗎 沒有 哪來那麼多鵝 看醫生看了多少次 抗生素吃到第二線 第三線 不好 後來去公廟你知道嗎 那個法師一看 真的卡到陰 為什麼呢 亂葬鋼 那個冤魂附手在他那邊 後來怎麼治好的 怎麼治好的 那個師傅拿那個鈴鐺 叫他雙腿張開 在那裡 然後還要過火 那個 然後他要這樣跨過去這樣子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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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生開到第三線的抗生素 沒用 被法師這樣鵝咬的好了 你怎麼可以講 這麼後面的故事 講這麼爛 你真的很真實 你這應該跟那個 我們自然療法的 都不想相信你 連他們都不太誇張了啦 又看到我的表情 真的 會覺得自己久病成良 那現在病人很厲害喔 其實我也是 差不多是那種病人 我一坐下來 醫生說 沈先生你怎麼了 我未遲到逆流 那你想怎麼辦呢 你開給我那個 清理止益致計 好 真的假的 小女都知道什麼藥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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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 臭 免expl